几十年来 天文学家一直在研究恒星形成过程 随着我们获得越来越强大的望远镜 宇宙中最神奇的复杂细节变得更加清晰 恒星形成的最早阶段 发生在阻碍我们观察的致密气体和尘埃面纱内 但是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在其附近星系的图像中看到了面纱 在微博的第一年科学运作中 最大的附近星系调查 是由附近星系高角分辨率物理学合作进行的 来自全球的一百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其中 该团队正在研究19个螺旋星系的不同样本 在微博科学行动的头几个月里 已经对其中五个目标进行了观测 它们分别是M74、NJC7496、IC5332、NJC1365 和NJC1433 结果已经令天文学家震惊 2月17日 微博望远镜拍摄的NJC1433图像 一个具有双环结构的棒悬星系 距离我们约4600万光年 它的中心区域经历了强烈的恒星形成活动 悬壁上也充满了年轻的恒星 微博望远镜以光彩夺目的细节展现了这一切 NJC1433的核心有一个有趣的双环特征 紧密的旋臂相互缠绕并环绕着棒状结构 让人联想到水在排水沟中盘旋 星系的旋臂在质地上看起来像蜘蛛网线 红点散布在整个黑色背景中 微博的红外观测能力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 当非常年轻的恒星诞生时 其作用隐藏在气体和尘埃的面纱之后 只有当这颗恒星闪耀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才会用恒星风吹散面纱 天文学家才能看到这颗年轻的恒星 但微博不必等待 它可以穿透气体和尘埃 让天文学家看到比其他望远镜更年轻的恒星 哈勃太空望远镜不能像微博那样轻易地透过尘埃 因为哈勃不能看到中红外光子 当像NJC1433这样星系中的微小尘埃颗粒 吸收来自年轻恒星的紫外线时 尘埃颗粒被加热到足以在称为随机加热的过程中 产生中红外照片 微博擅长观察中红外 因此星系的整个结构在微博图像中更加清晰 名单上的下一个星系是M74 这是一个据我们约3200万光年的漩涡星系 也被称为幻影星系 拥有大约1000亿颗恒星 天文学家一直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 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图像捕捉到了它的美丽倩影 发现它的形状和大小都酷似我们所在的银河系 悬壁上布满了新恒星形成的玫瑰粉红色区域 哈勃望远镜是一架了不起的望远镜 它扩展了人类知识的边界 并激发了无数好奇心 但这张来自微博太空望远镜的图像 却显示了M74的核心 微博不仅比哈勃望远镜等其他望远镜 更擅长观察中红外光子 而且它还具有更高的较分辨率 这意味着小细节更清晰可见 太空望远镜改进的分辨率 显示了M74的结构是多么复杂 气体和尘埃的薄磁状细丝 从中心向外缠绕到星系的大悬壁 请留意图片的最中心 星系里几乎无处不在的尘埃 在恒星最密集的星系中心区域 竟然开了个天窗 一定存在某种物理过程 阻止了尘埃在那里形成 又或者把那里的尘埃清空了 下一个星系是NJC7496 这是一个距离我们约2400万光年 正对着我们的傍旋星系 与M74不同的是 这个星系中的中心没有尘埃天窗 反而是异常明亮的 这表明星系中心的超大黑洞 与尘埃存在活跃的互动 下面这个星系是IC5332 距离我们约3000万光年 在微波望远镜的观测下 IC5332通常被尘埃遮蔽的星系 骨架一览无遗 它有一个小小的中央凸起和张开的双臂 图像显示了该星系的对称悬臂 实际上是如何在不同温度下 发射红外光的复杂气体网络 与M74一样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IC5332也是正对着我们的 这才让人们能欣赏到对称的星系螺旋壁 为了捕捉这张照片 微波望远镜使用了中红外仪器 这也是微波望远镜观测宇宙的四部力气之一 最后一个NGC1365是一个棒旋星系 距离我们大约5600万光年 它实际上是一个直径约20万光年的 宏伟的岛屿宇宙 天文学家认为 NGC1365突出的棒状结构 在星系的演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最近几年的观测表明 银河系也是一个棒旋星系 因此当天文学家研究NGC1365时 它也揭示了银河系 这些星系中的棒状结构 几乎就像一个漏斗 将气体输送到星系中心 引发恒星形成和中央黑洞的生长 NGC1365也被称为星暴星系 因为它正在经历大量的恒星星程 这发生在星系中心的星暴环中 星暴只是星系演化的一个阶段 由于它消耗掉较多的气体 也导致该阶段相对较快的结束 最强的星暴和最丰富的年轻大质量星团 隐藏在厚厚的青分子云中 使它们无法被其他望远镜看到 但同样由于使用了中红外仪器 维波有能力更清楚地看到它们 在詹姆斯维波望远镜执行任务一年后 我们看到了它在为我们的问题 找到更深入的答案方面的效率 一路上我们得到了这些美丽的图像 一些存在于宇宙早期的复杂星系 被标注并放大显示 维波望远镜不断流出的这些科学图像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宇宙 相信我这真的只是个开始